這次疫情 讓大家看到 人性善良無私的一面 當然也看到極少數人 邪惡自私的一面 這一段期間 一開始本來社會多數 都很肯定你醫療公衛的專業 我也誇獎過你幾次 不過你的個性就是這樣 你一被誇 無私就聰明了 多了一 就忘了行 說你胖你就喘 你的個性就是這樣 上個禮拜 打疫苗 你們先是說 市府被突襲了 說市府節奏被打亂 這我們大家看就是八個字啦 準備不足 人羊馬翻 然後你還怪罪 長輩說 那麼早來幹什麼 這幾天 更讓我不解的是 我看到你這個做法 這叫撕裂人性 所以那就是 那你要說 你老婆 知道 你老婆 撕裂人性 那天 你跟他是好朋友 这最起码的人性 社会上有一句话 跌台 教会台的啦 这你懂吗 今天小和兴有做出解释 我希望 你要求正风柱 将他的 查个一千二组 如果小和兴是为了保护 怀孕的妇女们 还有刚出生的 小宝宝们 所以他们需要 医疗人员 护理人员 工作人员 都赶快施打疫苗 好来保护他们 这是正确的 我对你还有一些期待 因为你 毕竟是 多数台北市民选出来 因为你毕竟是首都台北市长 所以我期许你 柯市长 我期许你 做一个高尚的人 不要做那种 失业人性的事情 最起码大家都知道 高嘉瑜是你 柯文哲的好朋友 我应该背去 好时间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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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